彰化西湖在昨天晚间八点多 有一处民宅起火燃烧 疑似新为租客点燃蜡烛不慎翻倒 消防人员获报到场救援 大于一个小时将火势给控制住 还好是没有传出人员伤亡 火焰从屋内烧到屋顶 气候的平房完全燃烧 不时发出爆炸声响 熔烟直穿天空 火场高温烧的乌瓦不断掉落 屋内电线也短路 电光不停闪烁 住户突然出现在火场旁边 想要抢救箱子里面的东西 但是火势太过凶猛 就怕烧到他 邻居大声赤鹤 他才慢慢离开火场 火警发生在彰化西湖十一号晚间八点左右 发出爆炸声响让附近居民都吓了一跳 因为他去用钻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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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钻 好几个月去年就被人家关采回来 不知道就听到外面啪啪叫 然后出来以为再放鞭炮 就看火烧已经那么大了 邻居怀疑他才刚回来住没多久 可能没缴电费导致无电可用 想要点蜡烛照明不慎引发火事 幸好这场火警 消防队到场灌钻一小时后就扑灭 也没有人员伤亡 记者林一峰 彰化报导